但那次聽電話我真的很激動 我的心是快要跳出來 查到報告BB也是 第一次我真的有不想哭出來的感覺 我是熱淚盈康 眼睛是有很多眼淚 我不是不開心 我竟然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 Salome 今天又有哈羅媽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想說一下T21和LIFT Pro 有什麼分別 還有一些資訊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們在哪裡做 多少錢 還有兩樣之間有什麼分別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其實無論是T21還是LIFT Pro 都是一個胎耳的基因測試 主要是幫你看一下 基因裡面有沒有染色體的異常 有多了或少了 而最重要就是可以驗到很多媽媽 或者很多人都會很關心的 也都經常聽過的 就是有沒有這個糖氏綜合症 另外還有一些巴圖氏綜合症 還有愛德華氏症 都是一些比較嚴重的基因疾病 除此之外 它都會再驗到一些 性驗色體相關的疾病 還有一些微缺失症後裙 都要先戴著頭盔 因為我們兩位都不是一個專業的衣服 分別我是做T21 黑媽媽就是做LIFT Pro 就把我們試過做的經驗 還有醫生分享給我們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 其實T21和LIFT Pro是很類似的 有很多共通點 第一個共通點就是 因為BB在肚子裡滿10週 你就可以做這個測試 還有方法 兩樣都是只抽媽媽的血 剛剛抽血 就可以驗到BB的DNA 究竟有沒有異常 然後平時會聽到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 可以驗到他有沒有糖氏 一般公立醫院會 例如瀑頸皮 還有抽涌毛 還有陽磨刺穿 這些方法 但這些方法 都是有入侵性 意思就是 會增加流產機會 但因為抽血就不會 相對安全很多 還有準確度是可以去到99.9% 而公立醫院的瀑頸皮測試 大概就是85% 所以這兩個方法 都是比傳統的方法 準一點 亦都安全一點 還有方便一點 還有就是他們兩樣 都是五至七天左右 就已經有結果了 都是一個我覺得 都相對快的時間 如果他要檢查到這麼多樣東西 最後一點就是 可以很快就知道 寶寶的性別 其實我覺得最大分別 只有一個 就是價錢 對 因為Nifty Pro相對是會便宜 你做的時候是多少 我做的時候是4,400 然後又包了 寶寶的3D照片 而我做呢 我們做T21 我初時醫生跟我說 就說可能是五千至七千都有 我終於有一天在Facebook的廣告上 看到五千七百元左右 那我就馬上去登記了 但是呢 我最後發現了原來 它是沒有其他東西的 只是抽血 然後幫你出個報告 有什麼會引致價錢這麼大的分別呢 分別就是在於 T21就是中文大學 而發言之後 給了一個專利 香港一間X字頭的公司 我保留在這裡 不懂得讀那個名字 而Nifty Pro就是 大陸的華大基因 只是公司和來源不同 那就導致價錢不同 我之後看資料發現了 原來T21是有分兩種的 我本身預訂的時候 我也知道 因為姑娘有問我 你想做標準版 還是進階版 那時候聽到 進階版就是多檢查一些東西 其實是多檢查一些 有沒有不同的基因病 我就想 反正都是檢查一些東西 但是我之後發現 原來自己也是看漏了一些東西 原來它那個標準版 雖然檢查病症是較少的 但是原來它細小 至於我推薦 就是自己T21的公司 都會說 因為標準版的相片盤大一點 所以其實準確度會較高 反而如果是進階版的話 因為它檢查多些東西 而且它是更新的 所以變成那些結果 可能未必有標準版的按準確 其實我自己的那個也是 我有分Nifty和Nifty Pro Nifty Pro也是看得多些東西 看得多些微缺室 是八十多種 但是我和你不同 就是Nifty Pro和Nifty 是一樣價錢的 聽上去覺得 比較低 其實也有一個不好處 不差 大一點 因為你看得越多 就有機會找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可能會有些假陽性發生 其實就會比較害怕 對 所以那個光心感也是你自己去衡量 那時候你是做Nifty Pro 你什麼時候去找到和做的 在十週半的時候去做 你覺得在哪裡做 那陣子在尖沙咀 一間醫療中心 但你去到的時候 我記得是很虛行的 我有發電話給你 那天去到好像排街證一樣 非常多人 叫星期六 對 是星期六 那醫生就說 其實這個Nifty Pro是驗什麼 他應該每天都說 40至50次 他都有解釋給我聽 剛巧我老公就問他 其實Nifty Pro和T21 其實有什麼分別 很有求之精神有你 他就說其實有什麼分別 他也是香港的Lap組 他就說 我老公就追問 華大基因會不會把那些血 傳回深圳、傳回大陸 他就說 現在有疫症 他說那些血要運回大陸 其實是很難 對 他說不會的 即是都是香港做的 聽到就安心了 就是安心了 之後就解完 我們就有得照超聲波 是 照完就說 你可以去抽血 我那次就叫 額外地有得探多他一次 是看到他 接著有得聽心跳 雖然只有三、四秒 但是也好 給我這麼多錢 有得聽也值 但我覺得感覺良好 抽完之後就可以了 之後就在等面 明白 明白 我那時候就是 我是八週做第一次產檢的時候 我說 是否去什麼診所做都一樣 還是其實有什麼分別 他就很老實地跟我說 其實你真的到處做都一樣 只是那個人 即是幫你抽血那裡不同 那個姑娘 是的 那個姑娘或者那個人是不同 如果以T21來說 他都是拿回去 在石門他們有一個Lap 去驗 那是一樣的 即是無論你在香港哪個層所做的 都是拿回去那裡 是的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就很放心 其實我找最便宜的 便宜 就一定可以了 同一個Lap 沒錯 只是分別是有沒有其他查檢 總之我那天去到上水的層所 就是姑娘幫我登記 然後就進去一間房間 抽血 抽完之後出來 再對一次的名字 沒錯 半個小時之內就完成了這件事 即是你做了半個小時都很快 是的 但你的感覺是覺得 我五千七元 就在半個小時之內燒了 我那時是很panic 我會經常看著電話 你怕他打給你 對 然後我很怕錯過電話 總之就是有一天 回到工作 但永遠這些事情 都是在你不預期的時候 他就會打你 就在看著電話 然後突然打來 我看到應得意 之後怎樣 他就馬上聽 之前也有分享過 例如聽到第一次心跳 我都沒有很激動 但那次聽完 我是真的很激動 我的心是快要跳出來 而且我要走出了Pantry 很害怕同事 看到我這個很激動 對 很激動的樣子 然後我聽到 他打了一段時間 就問我 要核對身份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這麼激動 然後我緊張得 我快忘了自己的身份證號碼 即是那一陣 最後都說到 然後他有很多前設 然後就說 查到報告BB 都是低風險無事 然後那一刻是 第一下 我真的有想哭出來的感覺 但是忍住了 忍住了 對 忍住了 然後他也很好 他說 其實我們也知道 是寶寶性別的 你想不想現在就知道 還是你要保持神秘 我說 你說吧 然後他就說 寶寶是男生 那一刻就 終於鬆了一口氣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把兩個 你放在心裡很久的 等待 我現在狗結終於都放下了 我星期六做的 星期一至四 很如常地上班 星期五都開始有點彈停了 何時收到電話 打來未打來 究竟是星期五打來 還是星期六打來 我星期五晚放了班 都未收到電話 直到我回家 準備吃飯 打來就沒有核對很多資料 可能少少 之後就說 寶寶沒事 之後也有問回我想不想知道性別 然後我就 好 你說吧 那時候你老公是否在 他有在 但他不知道我收到電話 是嗎? 你有沒有想過開電話 沒有 因為我打算保持神秘 不讓他知道 OK 然後我收完電話 之後說完 是男生 然後我就很激動 我是熱淚盈康 眼睛有很多眼淚 我不是不開心 而是我竟然是生一個男生 我很激動 我甚至想像自己是會開一個 gender review party 是 先告訴他 先告訴他 但其實在兩個小時後 被他搓搓搓 我就趕了出來 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我想保守秘密 那他反應是怎樣 他就說 我猜到 這樣 好了 這個很漫長的分享 經過就差不多了 終於分別說了我們做T21 以及Nifty的一些經驗 以及一些資訊 但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醫生 也不是很專業的意見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他們實質的分別 或者究竟會驗到什麼疾病 其實都有很多資料 可以自己看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 還有 有些人可能覺得 很貴 我們初次都有這個心態 大佬 幾千元 一定不是一個小數目 但是 我又覺得 在這一步來講 你做得到的事 令到自己安心的事 都去做 要點時間 找最便宜 對 就是省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做多些功課 找多些 我覺得是很值得要去做的事 因為 都會牽涉到 可能你之後有沒有一些心理準備 或者一些實質的準備 真的T2BB有些什麼事 你都可以盡快做到這個心理準備 還有可以安排到合適的治療也好 那都是需要做的 我覺得這些事 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再次多謝哈媽媽的真實分享 那如果我們有些什麼講偶了 你們有想知道 都可以留言 跟我們聊天 還有 如果覺得幫到你 就好 Like一下這條影片 CLS我們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如果想知道我們更多 都可以follow我們的個人Facebook 還有IG 希望之後有再多些機會 可以一起分享 我們這個 和B的心努力吃 好了 Bye Bye